欢迎来到我要自学网 这一节我们就讲一下 就是之前我们的文字的一些基础操作已经过了 对吧 那现在呢肯定要进入高深的一步 也就是进小街的阶段 就是我们对格式这里面 对文本的一些基本处理 好现在呢我们打开我们的PPT 还是我们昨天的这个 哎呀哎呀打错了 昨天的这个啊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这个回车一份 然后呢在这边 我再插入一个文本框 再另外起一个叫 来来来 沉迷学习 因为这个是有作用的啊 我把聚中在 聚中OK 聚中在聚中 OK在正中间啊 我把这个字体弄大一点 然后再聚中 再聚中 OK好 现在先不管它 把它放一边 先来管它 现在呢我们对它进行 它是大家看到是一整个段落 对吧 一整个框 好我们再进入格式这个神奇的通道 来吧去吧 走你 然后进来之后呢 大家就就发现 我别有一方洞天啊 什么都不认识 什么鬼东西 我都不知道 怎么鬼 这么多东西 我怎么知道 从何学起 这么多 啊 是吧 哈哈 好 现在来跟你们讲啊 这个是干嘛用的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我们能在处理文字这一块 我们能用到的是 这么多 这么多都可以用到 其他了 我们用不到啊 处理文字这一块 我们首先从形状样式来讲起 什么叫形状样式呢 大家看这个位置啊 一个是形状样式 一个艺术样式 还有一个排列 从形状开始说 形状样式显然一见 就是我们这个文本框的整个形状 它是一个什么形状 很显然它是什么形状 它是不是 矩形 对吧 我们怎么办 看这边 先看第一个按钮 一个是叫形状填充 我们随便选一个啊 你看 哎 哎 是不是 我们这后面的背景就像呢 被替换掉了 是不是 哎 比如说我要这个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相应的去更改一下 肢体颜色 这个时候跟白色搭会好看一点 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这边呢 这个是什么鬼呢 这个是叫形状龙阔 我们随便选一下 你发现 它外面好像多了个线呢 我们把它返回 你看啊 外面是不是 多了个线呢 这个线是有什么用的呢 你加上去就感觉框起来 也是还可以 就有 还好 也不是那么难看 对不对 然后这边呢 我们可以去对它调整一下 它的粗细 你可以要多粗就有多粗 大家会发现 这下面明明什么字都没有 为什么会有空格呢 然后我们就想办法把它给去掉 直接按 Best Space 然后你看就没有了 对不对 然后这个就是跟我们完美的贴合了 然后呢 这个线呢 我们还可以调整它的 就是什么呀 调整成蚂蚁线啊 什么多种各样的 我们用到最多的 大段文字的用到最多的 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实现 然后呢 如果是小蛋的作为标题啊 或者是一些 反正就几个字的话 那用蚂蚁线挺好看 其他的我觉得不适合啊 然后还有还有干嘛呢 呃 就是你看这里面 就一共就这么多东西 还有个取色系 这个我们现在是用不到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加了这个的话 你再去给它加个底色 加个底色 加个白色 跟我们背景不一样的底色 呃 想一下变时度 变时度稍微高一点 那肯定就要比较亮的颜色 对不对 呃 那就就用白色吧 你看 跟我们背景就区别开来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在 它像不像一块扁啊 然后现在我们再看这个形状效果里面 还有一些 呃 就没办法看起来五花八门的效果 我们一个一个去看 其实这里面这些效果啊 我跟你说 预设我们不要用啊 太丑了 阴影这里面 推荐大家用这个 你看 哎 这样 闭格是不是就上来了 感觉这是 像是一幅画挂在墙上的画 对不对 我这里是个 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如果是 这里面不是文字是图片 那是不是更好 他如果再把这里面的这个文字 全部改别的一个字体 改成一个书法字体 是不是就艺术性就好强一个了 来 改一个书法字体哈 来来来来来来 我是一个菠菜 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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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我觉得 这像不像一幅古画呀 是不是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啊 选中 选中 然后在格式这边 给他 既然是古画的话 我们会想着 那外面用的 框性量用 死黄色 就有一种古典的感觉 对不对 然后呢 粗 然后我觉得还不够 然后我们在其他线条group里面 他这边就会出现一个这么东西 然后呢 这边可以去更改 一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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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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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好 差不多13磅 好 这样 我觉得差不多就OK了 你觉得OK就OK哈 好 这样呢 然后我们再在这里面 好 还要看看 他这里面有很多硬药 但我只推荐大家用这个 这个我们经常会用到 然后硬药像这个 我推荐大家最好都不要用 都太丑了 然后这边 发光这边呢 大家看一下效果 就是外面边缘会有一圈发光的东西 我们用到的比较少 真的非常少 还柔化边缘 这个我们用到的也是 基本上是没有欧了 对吧 然后轮台这边呢 就是塑造一个立体感 让它看起来更逼真一点 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就挺好的 就很有立体感 就是感觉就跟真的一样 对不对 你看你自己可以去试一下 这些都还好 这些效果我觉得还可以 没有那么假 我们就选一个这个吧 是不是就像一个矿了 对不对 还挺好的 然后这边 然后呢 我比如说我在这里面 这个后面这个稍微旋转 跟大家说 不要用它 真的很丑太丑了 它模拟透视效果 但是这个透视效果 太的太丑了 太丑了 我都不好意思讲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想要给它留点白出来 我们按一下enter键 然后就反而留这么多 那我们就不留了 就这样吧 好 然后呢 这个呢 是对我们整个的 这一段的处理 我们觉得用形状来处理比较好 那还有啊 就大家发现它是个矩形 是不是代表它只能是矩形 并不是啊 我们可以在这边 编辑形状里面选择更改形状 然后你就会发现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形状 比如我选这个 你发现有近 叫画中画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你在 还去更改 更改从这种的 你发现啊 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 哎 这个就效果 大家就看得明显一点 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 默认的一个 就是挺简约的 就挺好的了 对吧 不要去做怪 然后这个呢 是对大段文字的处理 我觉得啊 这个用这种方法还好 但是如果是小段文字的话 小而美的话 那我们就比如说 哎 这种 哎 就这个字体吧 我们想办法来对它进行处理 那那些东西我们就不要加了 除非你就给它加一个框 哎 对我们排版有作用的 加个框 对不对 然后但是我们在这里面 我现在就不讲这边框了 这个 这个我们跳过了 形状样式我们跳过了 以后我们综合实力的时候 我们再去说 然后呢 这个艺术字体 回归到我们艺术字体 我们来看一下啊 来吧 回归我们的大自然啊 然后这边 你看这边啊 这一个是文本填充 就是对我们这个字体的颜色的更改 对不对 然后形状轮廓呢 那这文本轮廓就是 对我们文本 就这个字体 它外面还加个轮廓 你看 就是可以在外面 加印成什么东西之类的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里面啊 也给它的颜色换成 比如说 我里面换成个绿色 外面给它换成一个黄色 真难看 黄色换一个 这个就这种黄色吧 然后呢 然后这边呢 还可以更改它的粗性 我们可以改粗一点 或者是怎么样 你自己开心就好 然后呢 这边呢 然后大家会发现 这里面还有个东西 我把这个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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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这个 先冲这个 回去啊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比较好用的东西 就是 这里面有个渐变 大家有没有发现 哎 我当我把手机放了 就会有一种 金属关折的感觉 对不对 特别是像这种的 哎 对不对 哎 挺好的 还看着还挺有感觉的 挺有feel的 然后这个 这边进去的话 它这边有个纯色填充 和渐变填充 然后渐变填充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 大家往下看 哎 这边 其他的不重要啊 其他不重要 大家主要就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对我们渐变填充的一个取色 大家很明显 看到这边是 有蓝色 对不对 然后它这边蓝色和白色 蓝白色 对不对 那我们对这个进行更改 先选中第一个 然后呢 这边是颜色 对不对 我比如说 第一个我选择一个 灰色 你看这下面 上面就变成灰色了 然后呢 最后一个 我选择一个 颜色颜色再深一点 然后把这个中间两个去掉 去掉怎么去掉 选中 然后插掉也可以 或者是 比如说这个中间有 对不对 然后我们选中 往外一拉 哎 它就没有了 然后这样就会有一个立体的效果 然后这边呢 是调整角度 它是怎么射过来的 嗯 你也可以从这边去调整 哎 从这边大概可以看到一个样子 然后这两个颜色是不是选太相近了 那我这个 这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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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更深一点 哎 这样城市感就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这边 大家可以看 再通过这个去调整 你会发现 哎 这个颜色 它这个照射的方向是不一样的啊 你看 你自己按照自己的喜好 然后去设置一下 你看是这种 这种 还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它这个角度也在不断变化 然后我们零度的时候 就是从左到要 就 你这左这右 然后就是一个平的射过来的 然后90度的时候 就是垂直180度 然后你就自己想 你不断叠加 它在顺时之针的时候 那种转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 我跟大家想 这里面有个什么线性啊 色线啊 还有一个矩形 路径 我跟大家说 我们用到最多的就是线性 其他的几个 我不是很推荐大家用 但是或许我们可能会在 剑边里面会用到一点 就主要就看它好不好看 对 然后呢 这个颜色 就是对它 我们本人一个颜色嘛 然后其他的不重要 但是我们还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功能 就是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黑色 我感觉黑色太浓了 我想调整一下 把它能不能调淡一点 当然可以 来这边去调透明度 你看 它就会变淡 是不是就 甚至黑色会可以把它变得 基本上就没有了 就通过这个去调整 通常我们调到20左右 这样子 就可以降低它的透明度 然后这个是亮度 你看这个就是发光能 发成什么样子 对不对 也有一个叠加的效果 然后这还好了 然后我们经常用到的 就是 我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用到的是这个 然后还有透明度 还有我们的角度和方向 还有类型线性 其他的我们都不需要做深入了解 因为都用不到 都是它给你预设的 真的非常难看 除非有一些个别的吧 我还是觉得很难看 真的 我就觉得这些东西 它预设的真难看 还有 还有个就是 你发现这边有个图片填充 就是 也是就可以 它这个字啊 我们可以填充图片的 这是我们放到图片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好吧 也可以在这边 给大家讲 让大家先过一下 我们先插入一张图片 我们在这里面 找一个图片 比如说我就用我们这个 我要自学网里面的图片 把就是在素材里面的素材 素材里面的素材 然后在这里面 随便选一张图片 随便选一张 看有没有好看一点的图片 好像没什么好看的图片 那就 比如说我就要这个吧 我们心眼 Ctrl C 或者直接选插入 你看是不是进来了 然后我们把它缩小 缩小 缩的差不多 跟我们这个文字 我们看一下这个文本框 在这边 3.8和10.35 然后我们把这个也设置成差不多 在这边 设置个3.8 回车 然后差不多 然后自己再去手动的拖一下 这样有什么用呢 就可以保证我们这个图片 可以填充的比较完整 不会变形 好 我们按住 Ctrl加X 然后选中这个文字之后呢 这边呢 填充选择图片或文理填充的 来自剪贴板 然后你就会发现 哇 你这个填充的是在形状里面 它就会把这个背景填出来了 所以呢 我们要选择的 不是这个啊 我们选择的是文本选项的 填充图片或文理 然后选择一个剪贴板 你发现 对不对 这样算是一个做出一个迷彩的效果 你可以随便的去更改自己的字体 比如说改成汤圆 它都会保持默认的 都会是之前的那样子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在这边去进行一个调整 将图片平铺为文理 它就会 就是不会拉伸 然后呢 这下面可以调片一亮 然后这边有一个对齐 左对齐 右对齐 这个对我们后期作用很大 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最好选一个比较粗的字体去尝试 那样看的更明显 然后还有文理这边 它给你提供了一些文理 我们用不到 真的用不到 这么多年的都是那些文理 然后还有图案填充啊 这个我觉得不好看 就算了啊 好 那这是跟大家讲的一个 关于文本这边的格式的一个处理 一个是就是 就这么多啊 那渐变什么的啊 你可以也可以填充一个渐变什么的 然后文理这边也跟大家讲了 好 这个是它的一个最基本的设置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下面呢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轮廓这个我们说实话用到的 也基本上就是没有 我们就不讲了好吧 然后就是下面 我就会跟大家讲的 就是我们这个阴影 阴影跟大家讲用到最多的 就是阴影 阴影还同样的 还给大家推荐这个 其实这是个我觉得 看什么样的产景 其实也挺适合的 也挺好看的 加上去之后 就感觉很有一个立体效果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印象印象 同样的不推荐大家去使用 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然后发光 这个也不推荐大家去使用 发光这种东西 我觉得它最合 最适合使用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形状这一块 给它做一个小太阳之类的 比较好 然后呢 在轮台这边 就是一个 你看就是给它添加一个立体效果 其实我觉得这效果不好 还稍微转长 更不用说了 用不到 然后这些 这些呢 这里面呢 可能会用到 后期就是我们动画 那里面会用到 其他的时候我们用不到 不然你干的真的 我的妈呀呀 我的天哪 好迷幻哪 一看就很萨马特 萨马特的造型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对文字的 一个基本的处理 对它的一个形状填充 和有一个是文本填充 对大家讲了 然后下节课呢 那也就是 我们要做一些实例了 就之前我们看到的那些实例 也是我们下节课 要讲的重点 然后下节课 我们进入实操环节 这节课就到此结束啦 大家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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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